安兔兔曝光魅兰E3配置 搭载骁龙636移动平台 魅兰E3即将召开发布会了 现在已知这款手机除了外观以及配置信息 这次 现在已知这款手机的外观以及配置信息 现在随意消息 安兔兔跑分再次曝光了 魅兰E3搭载了骁龙636平台 根据消息了解 安兔兔之前多次爆料了魅兰E3搭载骁龙636移动平台 看来这是属实的消息了 而今天安兔兔微博再次过过了这手机的续航测试 搭载骁龙636移动平台 经过30分钟打王神荣耀 没有高帧率模式下电量耗损6%表现不错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次的魅兰E3可有可能是内置了4000环时挡量电池 或许是3300环时的电厨量 结合至今的爆料 魅兰E3搭载了5.99英寸18.9全屏设计 搭载骁龙636移动平台 内置6JD运存起步 配置前置半弯像素上头 后置1200万加2000万像素双上头组合 内置4000环时电厨量支持快充 最后这次魅兰E3无非就是与轰迷noto5相同的配置规格 机身外观手感各有个性 机身 机身外观手感各有各的个性 拍照是最大优势